那昨天許甫他就是有出來講說 我們已經沒有開斗內功能了 他說沒有開斗內功能 確實沒錯這個禮拜沒開 但是他們上次開斗內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幫他找好 我已經翻好了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斗內的 然後這個時間是那個 8月12號 也就是民眾黨第一次開記者會 第一次說我完全不知情的那一場 我很負責任的講我不知道的那一場 那一場的晚上還有斗內 那一場的晚上也就11天前 那一場晚上還有斗內 所以許甫他其實有點操弄 他確實說我們現在沒有開斗內 對啊我昨天關掉 我今天也可以說我們沒有斗內 好像王瑞德說我今天沒有結婚一樣 一樣的意思 這幾天錄音檔大家討論的很兇 逐字稿 逐字稿幫大家畫幾個關鍵的 第一個就講說 他今年1月份的獎金 他把大家給砍掉了 許甫砍掉了 你知道他理由是什麼 他理由超差的 他講說因為12月份跟1月份 那個時候就是風口上的豬 他就說只要站對風口 豬也會飛的意思 他就說那個時候聲量很好 我隨便亂發個什麼東西都會爆啊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是 因為是柯文哲本身流量好 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時候是柯文哲流量好 不是你們這些基層努力 你們這些黨工努力 讓流量變好的 所以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把那個獎金給砍掉了 我覺得這有點過分耶 就是主管說 你們達標 KBI達標多少 我就要發獎金給你 結果真的達標 他講說沒有 最近因為聲量很好 本來就會達標 然後就把人家獎金砍掉 我覺得這蠻過分的 這個絕對假玩笑啦 哇 四大貓 你現在是藝人打一檔 怎麼回事 你現在快被你打殘了 我也不希望他那麼快被打殘好不好 之後我還要上通告上好幾個月好不好 我要先 剛剛講的 我想要先更正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 這幾天其實有討論說 民眾資深就是斗內收了180萬 這180萬其實是從他選舉這段時間算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從創帳號到現在開始算的話 他其實總共收的斗內是270幾萬 他總共是270幾萬 而且因為有YT頻道就知道說 就是你的斗內可以一直存在裡面 到你想要要處理的時候 再一起領出來 所以說他之前有沒有領出來過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先預設說他是270萬的斗內在裡面 270萬的錢 那昨天許甫他就是有出來講說 我們已經沒有開斗內功能了 他說沒有開斗內功能 確實沒錯 這個禮拜沒開 但是他們上次開斗內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幫他找好 我已經翻好了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斗內的 然後這個時間是8月12號 也就是民眾黨第一次開記者會 第一次說我完全不知情的那一場 我很負責任的講我不知道的那一場 那一場的晚上還有斗內 那一場的晚上也就11天前 那一場晚上還有斗內 我們沒有斗內 就好像王瑞德說我今天沒有結婚一樣 今天未婚 一樣的意思 對 他其實有點在玩弄大家 但是他們上次開斗內 是在上個禮拜還有開 那裡面就是280萬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因為林冠年現在他就是有在錄音 這幾天的錄音檔 大家討論得很兇 逐字稿 逐字稿幫大家畫幾個關鍵的 第一個就講說他今年1月份的獎金 他把大家給砍掉了 徐甫砍掉了 你知道他理由是什麼 他理由超差的 他講說因為12月份跟1月份 那個時候就是風口上的豬 就是說他就說 只要站對風口豬也會飛的意思 他就說那個時候聲量很好 我隨便亂發個什麼東西都會爆 所以那個時候是因為是柯文哲 本身流量好 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時候是柯文哲流量好 不是你們這些基層努力 你們這些黨工努力 讓流量變好的 所以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把那個獎金給砍掉了 我覺得這有點過分 就是主管說 你們達標KBI達標多少 我就要發獎金給你 結果真的達標 他講說沒有 最近因為聲量很好 本來就會達標 然後就把人家獎金砍掉 我覺得這蠻過分的 這個絕對假玩笑 對我真的覺得難怪人家要偷錄音 這是真的 對啊 我突然想到他不會內部假玩笑 我想到那個高鴻安說什麼發新聞稿 後來那個他的男朋友給人家 本來發一千塊獎金 後來他男朋友說 我也有寫把他拿回來無保 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小錢 就是要這樣子科克基層 這是個小錢 但是你這樣子對基層員工 人家會不爽啊 一開始說好說KPI有達標 我就會發獎金 他沒有 然後就真的達標就說 因為最近柯文哲聲量很高 你看他講說 他說12月跟1月 我隨便發個東西都會爆 他意思是說 他沒必要省這個錢 是啦 小草都那麼樂意捐錢給你們了 你看他像這邊有提到一個周寧 有沒有 周寧我剛剛有去查 他的那個獎金是15萬 他僅次於那個陳志涵 陳志涵30萬 然後周寧15萬 然後你不砍這種高層的 你把基層的獎金砍掉 我會覺得難怪人家會不爽 你會偷入醫 他另外有提到說 那個民眾之聲的斗內 就全部到公關公司 然後他說這是那個 黨主席的說的想法嘛 然後他講說 是這些錢是要將來給文宣部用 那至於說要怎麼用 他講說例如說我們文宣部 有些什麼大的開支啊 開支 然後就是拿去給 叫募客去幫我們買 他大概是這樣子講 然後他下面有提到說 我們之前有說好 就是說那個斗內賺多少 我們就是按比例分給這些基層黨員 但是因為很難算 所以又不要 你看又再砍一次 這邊就寫說本來就想說 收多少斗內 然後就算給員工 然後可是會有一些複雜的落差計算方式 所以就很懶惰就不算了 你看每次都破比給人家 你真的收了兩百七十幾萬 收了兩百七十幾萬 捨不得發了 就又不發 就說我們都給募客 讓募客幫我們支出一些大筆的 然後再靠募客發 這也有提到說靠募客 將來再靠募客發獎金 這種民眾哪很多黑人 也是內部人是報料給你的對不對 之前啊 之前 因為他們內部的 就是很多料 就是很多內部人就是要報給你 之前因為他們對基層員工不好 對基層員工 他們對志工更差 對 然後他們的 流領心血的吃便要躲在旁邊 不要讓志工看到 有這種事 然後他們的申訴 他們申訴的管道非常差 就是不健全 然後導致他們那個時候就給我 所以去年不是有說要找那個勤業嗎 勤業合作四天 因為那個時候柯文哲就講大話 一開始簽約之後他就講大話 人家明明勤業只要幫他做一個 基本的那個統整的東西嘛 對 他直接講說 他們還可以幫我們監督啊 還可以幫我們查證啊 還怎麼樣 我覺得勤業太聰明了 不然看看端木正的下場 真的喔 才四天 真的才四天 才四天他們就說解除合約 對不對 勤業就嚇跑了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會計師工會嘛 那會計師工會裡面的那個 端木正也是裡面的成員之一耶 是啊 所以現在他要找會計師工會 其實又要找回端木正 不會 端木正他是厲害關係人 可是他裡面的 不會找到他 那個會計師工會裡面也有端木正啊 你去查那個 你查那個表裡面 裡面有練 太多人啦 不會找到他啦 你想太多了 端木正是裡面的這一個審計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副主委兼執行長 他還有當到副主委 兼執行長 所以所以又回去找回端木正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次在打假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